在家拧众生理期间 是佛不能进入试验礼拜 在家拧众生理期间是佛 那是民俗 那是民俗 为什么 民间的习俗认为那时候很脏 不可以 有的时候法师 道家的法师在做法 也不可以有 这个生理期间的妇女在旁边看 这是民间的习俗 这是民间的习俗 因为做法会不灵 做法会不灵 民间的习俗 神也怕 鬼神都怕 听说把这个留下来的 讲得清楚一点 生理期间太长了 就讲那个 红小姐 那个红色的 这个红小姐来的时候 不是要用这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卫生 卫生 卫生棉吗 你卫生棉流说 你看到鬼把他丢过去 那个鬼就会跑 那个很有用的 很有用 鬼神都怕 你给他丢过去 那个鬼出现了 你把他丢过去 哇 他吓死了 赶快就溜 这是一般的传说 一般的传说 我个人认为 可以进去 十庙礼拜 我个人认为 男生也有生理期 女生一样有生理期 很多人认为说 上厕所不可以带这个 那个香袋 香袋啊 或者你上厕所 不可以佩戴护身符 洗澡也不可以 佩戴护身符 那上厕所 也不可以 佩戴护身符 护身符要放在外面 然后你在上完厕所 出来以后 再把护身符再戴上 我认为 通通都不病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你上厕所 你是把你肚子里面 脏的东西 饿出来 把你身体里面的尿 给它洒出来 说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本来就在你身体 那你配着香袋的 你配着这个护身符的时候 更接近你的那个米田贡 更接近你的米田贡 所以应该是这些全部通通都要毁掉 哪里不脏吗 世界上哪里不脏 哪里都是脏的 所以进寺庙拜拜 都是可以的